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密切的一个监视的一个机制 有关这些跟台湾产业关联有关的这几个产业 包括半导体 光电 还有石化 另外在面板产业方面都有相当的有一些关联性 那么对于台商在那边投资的有少数几家 我们特别有一个关注了解他们的受灾的情形 对于台湾以利用日本这几个产业链上游所供应的这些来源的这些厂商 我们也都有一些联系 所以在工业局的网站在IEK所每天都有整理这些产业 受到影响的这些资讯即使有上网 那么当然我们也有做一些这个这个这些会员们 这些相关工业的一些询问他们受灾的情况 大体上来讲由于多数的这个产业除了少数这些材料 原材料是关键原材料有在上游 上游是日本产制的以外 多数的情况还算是可以掌控 主要的影响来源可能就是来我们自己有没有原料的一个掌握 以及对于这个这个替代的来源有没有办法掌握这两个关键 那这就这个关键的原材料这个替代的来源 如果说这个从欧美进口势必增加运费 那我们看到你们也提到说有机动调整关税这一部分 是不是也可以请你说明一下好吗 对机动调整是我们的一个因应的机制之一 但是这个部分一定要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这种材料如果是说有短期有上涨 有立即上涨的这种情况造成这种攻击的这种波动 我们才会去启动 但是这个基本上都会有同业工会提出要求 但是目前这一类的要求还没有听到 所以暂时并没有在因应这一次的震灾油这种调整关税的做法 事实上那个次长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请教 受到日本震灾的影响啊 那么核能发电很多停下来 然后要必须转到火力发电了 然后用油的这个需求增加 再加上我们看到利比亚风火连天呢 虽然我们没有从利比亚进口这个石油啊 可是整个国际油价的这个上涨对我们一定也会造成冲击 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大家国内各方面都在担心呢 会造成第二波的物价上涨 这方面你们有什么机制因应 对因为利比亚的战役 可能第一波就是很可能就是影响到石油的供应嘛 那么利比亚的局势不安已经有持续几个礼拜了 过去这种造成的动荡 我想都已经反映在这些油价的波动 包括这个这个这些 我们经常在核酸的7D3B的油价都有一直在往上调整 但是中油经济部这一边一向都是采取一个策略 也就是说如果说油价是在一般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我们就按照浮动机制来进行 如果是涨到一个是一个程度需要来减轻民众的负担 那么中油公司他初步会有一个还涨的做机制 那目前是还在还涨的机制 也就是说往上升的话看情况 我们做局部的吸收让民众负担比较少一点 除了这个部分吸收的这个机制之外 对于整个防止物价的上涨 经济部在这方面有什么作为没有 对物价的上涨从过年以来就一直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 当然这个物价的上涨不完全就是在反映在利比亚这个战役 因为很多原物料在这一次的这个景气繁荣复苏之后 由于需求的增加 还有这个油价影响的部分都有一些调涨 我想经济部我们这边有一个每天有一个物价的一个一个检讨的机制 差不多两个礼拜就会做个检讨 那么有必要做特别处理的提报到行政院有一个物价的一个 一个督导小组这里边去做处理 那过去几个月来我们对于这些大众物资都有一些适当的处理 这个物价督导的小组是每个月还是每个礼拜 在部里是每两个礼拜由我主持 每两个礼拜已经已经监控这个机制了 对已经一直都有这么一个机制在 那现在受到这个日本震灾的影响 再加上日本这些物资进口 那很多人也担心会不会日本进口的物资有辐射的这个相关的这种污染的这种情形 有没有新的所谓机制来监控 对辐射的污染是属于比较国安的层级 现在国安会每天早上都有一个机制在这里要相关部会在做处理 之前总统他今次主持 今天早上也有胡秘书长也主持了一个早上的会 我想有关辐射污染这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目前对于农产品的进口 卫生署这一边 市比卫生管理局这边都有每一批进来都有检查 有抽查 那么目前他们有抽查的情况都有对外做公告 今天等一下昨天抽查的情况今天也会对外做说明 所以说都是每一天前一天的抽查的结果 第二天就马上立即的公告 马上就公告做对外做说明 那如果抽查不合格的话 马上是我们是退货还是销毁 对目前来讲他们有有听到外店 好比说去昨天是牛奶跟蔬菜跟菠菜有这种比较高的有辐射减出 但是那个是因为没有我们没有向日本采购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昨天好像查出了一个生残豆有一些些微的一个辐射 但是也应过再再把这个去壳之后它里边就没有 所以今天他们会有对外公告 这是早上我们开会的一个承报 那我们这个标准是以多少作为标准 然后我们刚刚问到的是超过这个标准的话 我们是退货呢还是究竟销毁 对这个部分就涉及到这种受辐射污染物品的一个管理的机制 那么到究竟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的话 我想依据原能会的规定我们去实施 原能会对于这一些多少剂量对人体会产生影响 这过去有案例 因为最近已经好久没有案例了 民国82年我们有这种辐射钢品进口的这种边境查核 之后就没有这样的查核 但是最近因为有这么一个顾虑 所以我们也建立起这一套机制来 现在这个是每天开会 对是每天开会 国安会是每天开会 我们也希望你们及早建立这个相关的这个机制 就是在各相关产品的把关方面 经济部也能够积极做好相关工作 另外想请教一下福岛的核电这个厂事故 造成全球重新的思考核电的这个安全 那么对于核电厂的厨艺 对于核电厂的这个标准 那么或者是他重新的规格 安全的规范 都已经做更严格的界定了 这方面台电我们也晓得 我全这个老百姓都非常关心这个议题 那我也问了 那部长讲说大概三十年 大概几十年之内 恐怕没有办法完全的非核家园 那这部分台电对于 怎样强化国人对于核电厂的信心 强化核电厂本身营运的安全 这部分市长这边有什么这个新的作为 对是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对于核电厂都有相当程度的关切 那么最近在国安会里边还有我们经济部自己的检讨自己对外 以及原能会都有这方面的一个检视 我想在报纸上都有登载 那本部的部分我想有关台电的部分 他已经提出 昨天有提出八项增强核安的一个一个具体的作为 有八项作为 这里面当然是包括增加他的这种检测 还有耐震的系数 还有里边的核安的演习等等都在这里面 那么另外整个核电的部分 由于这一次的这种震灾 大家有这么经验 也收到这个核能供应者协会就是WANO的一个一个指示 在3月17号他也通涵所有这些核电的 有核电的国家有一个通涵 要大家去查查核他所指定的这几个事项 目前这个工作台电已经在进行 除此之外我们也看看到这些日本所发生的这相关的问题 自己在自己在做内部的检讨 所以未来的核一核二核三 我们都会做一个彻底的检测 那么通过这种核原人会的这个查核之后啊 我想才能够确定有没有进一步需要处理的地方 那么核四的部分目前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既有的规范 再加强各方面的一个检测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相关的这个检测 这个定期的跟国民国人报告 增加国人的这个信心 增加国人的安全 也增加国人可以加以检验的这个机会 好不好 好这一点我们一定会做到 好另外我想请教 这个水公司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经济学人 Economist对这个亚洲绿色城市的评比 台北市是评比是亮眼 可是我们的水资源的管理 成效确实不脏啊 市民每人用水量也高 然后漏水率也高达百分之二十二 那么等于每天漏掉五十万吨的这个水啊 是东京的这个七倍啊 那这是台北市水公司的这个信心啊 可是台湾自来水公司老实讲 所属的管线长度五万七千多公里啊 玉林的管线就一万七千多公里 占三分之一 那么占达到说三十点九五 而且我们是全球第十八名 这个缺水的资源的国家 我们的自来水漏水率啊 全国平均高达百分之二十点五一 这种情形 也就是说台湾省自来水公司 台湾自来水公司所属的管线漏水的情形 比台北市啊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一部分啊 请问我们每一次都一再的讲 为什么这个泰换率到现在为止啊 五年的泰换率只达到零点九六 那之前水资源一直在流失嘛 全世界都在节能减碳省水 那我们在这一方面做的太少了 这个是不是请这个次长 你表达一下看法 请董事长 这个黄董事长是不是表达一下你的看法好不好 你到底有什么办法来改善这个问题 对我想漏水率的这种 这个居高啊 这是一个我们长期的问题 所以这方面在过去的每年的预算编列 我们都希望能够增加预算的编列 这些折层水公司来来督导他们的 定下一个计划来好不好 每年至少减少多少 因为你漏掉了水的钱 水资源的钱都是远远超过你的计划预算的这个钱 好不好 请市长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个书面专案的报告好不好 我们可以提专案报告是的 谢谢 另外我们也看到 在现在台湾重点的发展 这个我们的观光产业 我们的绿能产业 都是我们四大星星产业这个里面 可是相关的我们的水资源配套 这个部件的这个水管 输送的这个部分 严重的不足 交溪是观光风景区 观光旅馆都已经盖起来了 到现在都没有自来水 水管也没有部件到这个地方去 在这一部分呢 是不是请水公司 也能够配合国家的政策 能够积极的 潜质性的做 你看大陆都是三通一平 所谓的这个通水通路 通通通电 然后基地整平 现在人家到了六通 九通一平 还要通瓦斯 还要通污水下水道 通通讯各方面 然后让招商进驻 我们在这方面 政府配合的太慢了 是不是请次长 能够加强督导好不好 是的 好不好 谢谢 另外我在这边请教一点 我们请航太 这个是不是 请航太行农长 也上一下吧 汉阳公司 汉阳 谢谢 一般都要好 谢谢 我们看到这个 全世界的航空产业 最近看航空相关的杂志 大概全世界的航空产业 今后大概就是ABC A就是Airbus B就是Boing C就是中国商用飞机公司 大概垄断全世界的 民航机的这个市场 那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跟大陆 现在已经一个礼拜 有三百多班的 这个三百八十几班的班次 几乎还要扩展到五百多班 这个班次 那我们在跟中国商用飞机制造公司里面 我们看到国际在评价台湾的时候 认为台湾呢 在这个领域里面有很多优势 我们在航电 我们在资讯产业 我们在随选视讯这些飞机上面 所应用的这些里面 我们都很大的优势 在这方面 两岸有没有可能合作的事情 商用飞机制造 报告委员 我想就是刚才您关心的 就是两岸的航空市场 陈如你所说的 这个两岸呢 因为由于这个航空事业的发达 起码在这个飞机维修方面 的确是一个可以讨论的空间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国内 从事航拍业的加速 也将近有六十家到七十家的样子 那么都是在从事飞机 零主件的制造 尤其是像刚才委员讲的 航电方面呢 也发展得很快 那第三个呢 我个人觉得我们汉翔公司 具有一个别的公司 不太具有的能力 就是汉翔公司有所谓的 垂直整合的能力 那么我们呢 跟全世界各国 也有实战的经验 那么基于这些理由 那么现在中国大陆呢 一直在发展航太的工业 我想凭着我们国内的这些 零主件的制造 这个航电的制造 以及双方的维修的这些人员呢 一定可以开拓一个 很大的一个市场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面 同时要跟委员报告一下 到最近半年以来啊 很多的国外的公司 包括了日本 包括了加拿大 都来透过我们汉翔公司 希望借助汉翔啊 能够把市场带到这个中国大陆去 我觉得我们汉翔公司啊 以及我们国内的产业 应当利用这个机会 切入这个市场 我相信对我们国家的 这个整体的经济利益 是非常大的 我也认为呢 两岸的合作是有空间存在 实际上过去我们可以看到 航太航空产业啊 这个我们一直讲要发展 可是在波音啊 在Airbus这块啊 他们国内自己市场的这个占有啊 然后很难让 又涉及到国家安全啊 他们的机密啊 它很难让别的国家这个摄入 可是现在两岸之间已经通航通到这么密切 飞机维修啊 这个需要也都必要的 我们台湾在这个领域里面有很多占有优势的 在这方面呢 我们也希望汉翔公司啊 要每年送来的这个账啊 这个预算啊 这个要要很艰苦的这种经营的这种情况之下 市场能够开舵的 有些存在着大量商机的 你们也可以做一个整合 去积极的去推动 好不好 是的 好 谢谢您 谢谢